各位美樂街的家人大家好 其實我在美樂街17年前我就加入用產品 那2004年是後來又加入 中間都有一直在用產品 這樣 就是因為產品太好了所以 用一用雖然35點用不到 但是最後還是在 再加入再用產品這樣 那我的推薦人就是陳世榮老師企業總監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跟進我跟進了 我用產品用了六年 我用了六年才決定來經營 那2004年的時候我決定經營的這樣 經營美樂街對我來講真的是人生的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以前在銀行因為我念商畢業然後租算也是斷位斷位的 以前我們在銀行工作不是 不是打電子計算器也沒有電腦我們是用什麼 打算盤的 所以我們那個算盤很厲害的這樣 考進銀行然後在銀行 他覺得 30年前人家都說銀行就是 金飯碗 不是鐵飯碗 是金飯碗 那現在在我的同事還在銀行的他說現在在銀行工作就像乞丐一樣 你怎麼這麼講 他說你看我們當經理 一大早 8點就要到公司 到銀行 要把昨天 一些文件先批完 然後批完了以後 8點半就要開會 開完會 然後 第一個衝出去的就是經理 為什麼經理要有業績啊 你知道嗎 在銀行工作的 在銀行的 主管經理喔 我不知道 這邊有沒有銀行在銀行工作的 你知道 這些 這些經理他們每三個月都要開會一次 那如果業績 前後三名的 倒數三名的 然後就要被那個 要起來報告說為什麼你業績這種爛 想一下喔 60幾歲站在那裡真的是很不堪對不對 所以各位美樂家對你們太好了 你們還不知道美樂家很好 那 我加入美樂家 2004 我決定要做的 那時候是決定要做 我到上資深 到上執行是 差不多8年 很多人問我說 Picky你為什麼搞了那麼久才上執行 這樣 我說我差點還死掉了 那中間有幾次都很想 放棄不做 這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會這樣 那有時候碰到不對的人 我覺得心 就是覺得說 哎呀 以前我在銀行 我坐在那邊是人家來 跟我拜託的 怎麼這個美樂家 我要身段放得這麼低 我還要來求你嗎 這樣 然後有時候還會被會員罵 因為他 可能我的根莖不夠 不到位 那 不夠用心 以前真的是 嗯 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分享這樣 有很多人問我說 哎 那你是怎麼坐上來的這樣 我都會先分享我前面齁 我今天每年在家我在總監 總監三總監四這樣 舊制的總監三總監四 大概 三年 三年喔 總三總四 舊來舊去喔 舊三年 舊到要死去 你知道嗎 舊到都快想死 就說 哎呦這什麼東西啊 這麼難做這樣 那當然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亂做的啦 所以做得 啊 離離落 那當我決定 我那時候就想 後面比我晚進來的人 為什麼都在上個資深 看起來他也不怎麼樣耶 我至少也在銀行工作過 那也當過主管 然後 我名字也不會很差吧 怎麼會輸那個歐巴桑這樣 其實自己也歐巴桑 怎麼會輸人家這樣 心很不甘 然後 後來我就去問我的推薦人 後來我就找姜桂花 我就問他說姜花 我想 我想要上 資深總監 我怎麼上 這樣 他就問我說 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 他就說 姐啊 你要我講真心話嗎 這樣我說 我今天來找你 當然就是要找 聽你講真心話 他說 大姐 你喔 你很隨性做 找你 找不到 打電話不接 哪也不回 然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 然後 上課不是進來上課 有團隊什麼都不學習 什麼都不要 這樣 那都做你自己的事 這樣 我就在想 不是每日在這找人進來用 還有這麼多要學的嗎 那 那時候其實我的 我的 續訂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 就是跟進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沒有上課 就不會不懂怎麼跟進 你知道 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想要上資深總監 從現在開始 聽話照做 我說 我50幾歲 我還要聽話照做 這樣 然後他說 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好啊 就聽你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 從現在開始 你沒 有課程你一定要到 團隊的課程也要到 什麼都要到 然後 你不能讓我找不到你 那如果我打電話給你 你沒有接到你要再回我電話這樣 我就說 好 然後 我那時候 他跟我講完 其實我心裡有一點 也有一點這樣 心裡也 不太那個不太爽 你知道嗎 就覺得 哎唷 都幾歲了 我要聽你們 這些小 小毛頭講這些 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很掙扎 如果你做美樂家 你有很多 你心裡有在掙扎 我跟你講你真的要好好放下那個 那個心啊 把那個心 把那個 那個掙扎的心拿掉 要不然你會做得很辛苦 我覺得我那時候是這樣子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會 我怎麼會這麼差勁做 在總三總四總那麼久這樣 你說我有沒有在做 我有在做耶 我有推薦耶 喔 推薦啊這我有在做但是當然就用我的方法做這樣 那我跟江老師講完以後 半年 我就 我真的就很聽話 我就 有什麼課程我就進去上 有時候因為我台北台中兩邊有房子 我就有時候會回台北上台北的課 有時候會回台中上台中的課 上到 有一個老師在台中 早上看到我 晚上又在台北看到我 我說 我說 我今天不是 在台中看到你為什麼晚上又在台北看到你 我說 因為我今天又來這邊上課 他說哇你這麼認真啊 這樣 我用半年的時間 我當我下定決心我用半年的時間我就從總市 上到 資深總監 上了資深總監以後 再執行又卡住了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組織 我在銀行工作我也沒有業務經驗 拜託以前在銀行都坐在那裡人家來拜託我們的 不用去拉客人的 好自己來的我們都 業務都做不完 在美樂家我真的 我說我說真的我有做很大很大的改變 各位 因為我們都是從各行各業來進來美樂家 如果你用本來的樣子在做美樂家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你會做得很辛苦 尤其像我們這種五六十歲的人要改變不容易嘛 那真的要下定很大很大的決心 那後來 上了執行以後 江老師就說因為我不會借力 你都自己做啊 你不懂得 策動啊這樣 那那時候我就開始學會 借力這樣 上了執行以後 就子二子三子四子要就這樣上來 然後去年剛好有一個 就上了執期了 所以 有人問我說你怎麼坐上啊 老實講 我從上了執行以後 比以前 加幾倍的努力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們 我只知道 我真的很努力 我覺得我努力不夠 我到現在我都覺得我的努力不是不夠的 我們前兩天我們在 到教西 就 全家人都在那邊泡湯旅遊 我跟你講我還在 我才還在增加新名單 我還想辦法增加新名單 我不知道你們平常有沒有 隨時在增加新名單 你知道我以前經營每個家 我就講說做看看啊 反正我都退休了我也不缺錢 做看看 人家說 因為我產品用了很多年了 我覺得東西真的很好 多少錢跟人家介紹也不錯 周圍有很多朋友問我說你皮膚那麼好 你怎麼樣保養的 然後 你都用什麼 保養品吃什麼保健品 我就覺得 多少錢介紹 我那時候就這樣啊 然後 試試看 各位 你經營美樂家你一定 一定要 要 這個動機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你是為了什麼來的 所以先想看看你是什麼動機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心態 我剛剛有跟大家分享我在總三總四三年 為什麼 心態不對啊 我覺得 有時候做得不爽的時候還會罵推薦人 那個真的是很糟糕 經營美樂家這個是我們自己的事業 今天推薦人找我帶我們進來 他是我們的恩人 我們 這個事業要怎麼樣做是我們自己 該去做好他 那我都在講 開一家店 開一家店 你的 你的客人進來 告訴你 你東西太貴了 你東西不好 給你陷重陷塞 你會覺得 蛤 你會就店就把它關掉嗎不會吧 對不對 我要分享一下 我銀行退休 那 其實 我對錢還蠻有概念的 所以 我就去投資 美髮美容 我為什麼會在台中買房子 就是 想要在那邊 因為台北不是有曼都髮廊嗎 有沒有 幾十年前那個曼都很有名啊 很多明星都在那邊做 那我就想說我要去台中開 10家的分店 我那野心真的很大 所以就搞了美髮美容 我花了幾百萬 大概兩年 我不會做啦 我就在找 認識的人他是有有技術的 拿我出錢 兩年 幾百萬就玩完了 因為我不會 生意很好 沒有設計師 是生意很好把他關掉的 因為設計師要求我本來我們是五五分帳 電視我開的我投資的小地小面也是我材料也是我什麼都是我 他只要那一隻手這樣 他 一萬塊我分他五千塊他說太少了 他說他六四他說他六四 我說他都給你就好了 就講不來了啊 到最後他就不幹了就不來了 把那個小弟小妹助理都 都帶走了 我只好關門啊 我又不會 然後 你知道當時 生意太好了我的 那個 那個助手不夠 助手不夠 那個設計師還會跟我講 老闆娘 你要不要學一下洗頭 我告訴你我洗頭洗得很好喔 就是那個時候學的 你以為老闆娘這麼好幹的啊 我學洗頭 我洗頭洗得很好 因為我知道 怎麼樣留住客人這樣 當時 就是去投資就覺得 真的 想當老闆嗎 就這樣玩一玩就覺得不行 後來又跟朋友有開一家 精品店 一年 我們三個人一人100萬 一年 300萬就再借了 因為生意都沒有很好 然後每個月的 的支出比收入還多這樣 這個就是 為什麼到最後 我會決定來經營美樂家 我都在講說 就錢 撩幾撩撩啊 就覺得 要做什麼呢 剛好那時候那個timing 那個陳老師剛好找我 我 我覺得我很配我的推薦人 其實他 在六年的中間 他不知道找了我多少次 大概 三個月到半年 他會找我一次喝咖啡 我跟他是陌生的喔 我跟陳士忠老師是陌生的 那 他常常會找我 他說大姐 你餐品每個月都買這麼多 然後他看我打高呼球打得很認真 他覺得我這個人做事應該很認真 這次後來他跟我講的啦 然後所以他就一直找我一直找我 我其實曾經有一次我跟他 我就直接告訴他說 說如果你再找我 我連東西我都不想用 你看我哭不哭我很酷對不對 如果你是陳老師 世榮老師 你會再找我嗎 你可能就放棄我了對不對 他沒有放棄我 那我覺得成功 是有他的理由的齁 所以我覺得 今天美二家 你要有 正確的觀念跟心態 你要有老闆的心態 就像我 開髮廊 好 我到最後老闆娘我還下去 幫人家洗頭你看 其實做生意本來就不容易 但是 因為你投資下去了嘛 好 美二家因為你們都沒有投資所以怎麼樣 我們就隨性做對不對 這個月 在美二家 要如何成功 我覺得好這麼多年來 因為我是從跌跌撞撞到這樣上來 好 有人就問我說你怎麼做上來看你也不怎麼樣 他們都說我 口才也不怎麼樣 然後你的年紀也比較大了你怎麼做上來的 我都告訴他們第一個你要自己要認識美二家 你如果對美二家都 美二家是什麼你自己都 搞不清楚你怎麼去跟朋友 分享這個事業再來認同美二家 美二家是什麼樣的公式 你要認同美二家 你知道有的人出去人家跟他講說美二家我知道啦就跟安利一樣嘛跟美安一樣跟什麼一樣 然後人家又跟他講另外一家什麼 愛多美 不是有一個韓國的愛多美 我就有夥伴會問說那跟愛多美有什麼不一樣我說當然不一樣 那外面太多家了 那你怎麼去比呢 所以你必須認識美樂家 還有要認同美樂家 再來你比你的朋友更懂美樂家 你不要人家一問 講了幾句 然後問了產品問了這個問了那個 你就問到被 自己都被問倒了 所以你要比你的朋友更懂美樂家 再來 我都說齁 我為什麼在美樂家我可以 剛開始加入用了以後因為以前我們剛加入的時候產品很少 那時候沒有保健品保養品都沒有 只有清潔用品 你要買35點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像我婆婆跟 剛開始我用一用我就停掉我婆婆還會罵我說 那你為什麼那個東西不買了 我就說那家公司很爛 一天到晚缺貨 好 所以不要 不要你去賣別家的這樣 我說為什麼 我說沒有很麻煩啊 這樣他還要加入會員怎樣 然後我婆婆就說 但是那個東西很好我說好什麼 怎麼好這樣我就問我婆婆這樣 好什麼 他說我以前洗澡會 會癢身體會癢我的手會脫皮 用他的洗碗精 不會脫皮的 用他的 沐浴乳洗澡的不會癢 我就說蛤 真的 那我婆婆現在84歲嘛 十幾年前 70歲嘛 蛤真的啊 有差這麼多嗎這樣 你看我婆婆她是一個 只是我買給她用的人喔 她都可以感受到產品的好 所以各位 你怎麼樣去留住你 你是一個經營者 你怎麼樣去留住你的會員 你要比你的朋友懂產品 你要教她會用產品嘛 那 所以 怎麼樣留住她今天美樂家為什麼值得做 為什麼 因為95%蓄定力對不對 為什麼有95%蓄定力 因為很多人進來用了以後 他會留下來 繼續用 你看我就是啊 所以以前會罵說 那家公司常常去 到後來 還是再回來 又繼續用 還在這裡加入 有一家公司會是這樣子的嗎 所以各位 你如果是一個經營者 你要自己 要學會 跟進 要怎麼樣留住你的會員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喔 還有 我們 我們經營美樂家 我們都說美樂家不是一個人做大的 對不對 是大家一起合作做大的 各位 那你在 當你去把朋友找進來 試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當他們喜歡這個產品 他們喜歡這個產品 認同這個產品你怎麼樣引發他 跟你一起來合作 來發展這個事業 這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們都說要讓他 用了幾個月 再跟他講經營 我告訴你我現在我的會員 這個月加入 月初加入 我去他的產品到了以後 我去跟進他 我就開始 引發他 我就開始引發他 我就會先跟他講產品 我還是先講產品 講會員權益 然後 我到最後問他說 小美小美 那 你已經是會員的 那你有沒有想要找機會 你有沒有想找機會 如果多 多一個 多一份收入 你覺得好不好 那如果那個會員告訴我 哎呀我先用啦 我不想去做這個 我對這個做這個也沒有興趣 我用就好 就說OKOK 那我會 之後我都會跟進 服務你 因為公司要我們跟進你們 新會員三到六個月 我都會 事先跟他講 那如果他跟我講 好啊我聽看看啊 我就開始跟他講 我就引發他 就我開始講把美樂家的概念 經營的理念 方法 我會告訴他 所以各位 現在你們 因為我們現在 資訊都很發達 其實 齁 在很多 平台都可以看到 美樂家的資訊 那成功的方法呢 齁 就是成功期不取 成功期要數 我去 家人去旅遊 去泡 去度假 我都不會忘記 增加新名單 各位 你在經營的過程 你們有沒有人 就是說我沒有名單 我沒有人脈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你覺得自己沒有人脈的 在座各位 你們都有人脈 人脈都不 不缺乏 名單也不缺乏 哇這麼厲害 好很好 我啦齁 我不管到哪裡 我都隨時 我只要看到人 我都很有興趣 其實 我剛剛沒有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以前在銀行工作 我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 我的個性可能 就是原生家庭的關係 所以我本身 我就很近的一個 我很少講話的 以前 那我會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像以前在銀行工作 如果 有什麼聚餐啊聚會啊什麼旅遊啊 其實我通常我都不會去的 除非 公司規定銀行規定你一定要去 我才會去的 我是這樣一個人 所以你們猜猜看我在銀行工作的 25年 我推薦了幾個人 加入用美樂家的產品 一個 一個人加入 所以我是不是 做人很失敗 很失敗對不對 我在銀行25年耶 我竟然只推薦一個同事耶 我換了多少單位 對 我從一個 小指眼這樣幹幹幹幹像 作到主管 各位我換了多少分行 到 我們的 總行 部門 我換了多少 到多少單位 最少碰到人應該 沒有千個應該有百個吧 五百個應該有 因為我以前也在營業單位 那營業部很搭 信託部都帶過 管理部門都帶過 推薦一個 各位你們就覺得 你這個人真的很奇怪 只推薦一個人 真的 而且那一個是消費者 我以前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不喜歡跟人家互動 所以我的同學 我們現在開同學會 我一出現我的同學都說 你是哪一個 對你一點印象都沒有 你到底是哪一個這樣 然後畢業證書拿起來 就看看他說 蛤 就是你 你以前都不講話的 你以前都是靜靜坐在一邊 我說對啊 他說你現在怎麼畫這麼多 其實我畫也沒有很多 只是比以前多一點 那我覺得改變很重要 當我決定要經營美樂家的時候 真的 真的 我下定決心 我告訴我自己 我應該要怎麼樣 我是這樣 如果你要經營美樂家 名單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名單 有一百個一千個 你沒有去邀約 有什麼用 沒有用 一樣是零 如果你有名單的問題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決定要 把這件事情 把美樂家的事業做好 剛剛我介紹我的推薦者陳世榮老師 我跟他是陌生推薦 認識的 他是要 我的朋友要去聽他講美樂家 結果我的朋友 聽了很久 都還不加入我就很煩 我就覺得 怎麼搞那麼久啦 你們到底是要講什麼 我就說 你們到底在賣什麼 他說 大姐你聽過美樂家嗎 沒有 他說 你們家的日用品在哪裡買 我說怎麼樣 這樣 我都喜歡用天然的這樣 他說 我們是一家美國公司 他就開始介紹 我就說怎麼加入 他說一千塊入會會這樣 巴拉巴拉 他在講 我就說 好啦 我加入 他朋友沒加入 是我加入耶 你知道喔 我那個朋友 現在堆心肝 你知道嗎 他說 謝沛姐 原來你可以做到執行總監 早知道就是我推薦你 那個人還是消費者 那個人還在用產品 所以很多人 大多數的人都高估了 一年可以做的事 但是卻低估了 十年可以成就的事業 這一路來 在經營美樂家的過程中 其實我覺得 我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的個性改變 我沒有以前那麼孤僻 我看到人 我不會害怕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真的很怕人 因為 我很怕要跟人家講話 我不知道講什麼 這是 這是 這幾年來我克服的 以前我上台就一直抖 一直抖 我說 很多人低估了 十年可以成就的事業 各位 我說上班 現在年輕人 一個月兩三萬塊 要做幾個小時 最少要八個小時 甚至有時候要假班 對不對 美樂家一個禮拜做不到十個小時 他說要兩三萬 懂嗎 很多這樣的人 懂嗎 很多這樣的人 所以不要低估美樂家 很多人都嫌美樂家 錢太少 剛開始在總監級 收入不高嘛 對不對 你可能要很遠 去推薦一個朋友 然後 連車錢都不夠 對不對 有時候還要請人家喝咖啡 對不對 所以一個月 像我當時我第一個月 收入是三千多塊 還要跑到台北去 跑到台中去 有時候還跑到高雄去 怎麼會夠呢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在總監級 我們都說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真的 那當你上了SD以上 就是一分耕耘 十分收穫 那如果 到了ED 就是一分耕耘 數十倍的收穫 那企業總監呢 百倍收穫 那在美樂家 我們 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人 其實 他們在這裡翻身的人 太多了 那 所以各位 如果你只是總監級 你真的要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努力 美樂家是很公平的 美樂家沒陷我太老了 對不對 我們這種年齡 認真一點 努力一點 去跟人家分享 就有了 也不會說 你書練的太少 也不會嫌你們太年輕 都不會 但是 你要做什麼 要你的努力嗎 跟你的時間嗎 所以時間就是一個態度 所以各位 我覺得今天美樂家 你是 你當個老闆 你想要一個月 我們不要講什麼 幾十萬幾上百萬的收入 一個月十萬塊 你知道我們以前在銀行 做到經理 也差不多十萬塊 現在的經理大概也差不多這樣吧 當然有時候還有那個什麼 一年的什麼 一個月兩個月的獎金 我們以前的獎金是四個月六個月 齁 時間是個態度 你必須要花時間 我有碰到那種夥伴說 我做半年做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就繼續做 如果不行我就不幹了 我說那你就不要做 半年能夠做什麼 你是part time 你是接著做的咧 當然 當然 就看你自己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什麼 那 我覺得那是一個態度 我講的 我講的說 我剛剛講的說 我那個夥伴告訴我說 他要做半年看看 因為我覺得他的態度是不對的 他讓我感覺到 他就是 來試試看看 可以嗎 我就跟他講不用試了 你這種態度試什麼 我也沒有時間陪你 推薦比你優秀的人 因為每個家不超越 不脫離 在做歌 或許你會覺得 哎呀我怎麼 很難找到 想要跟我合作的優秀的 甚至老英這樣 各位我覺得 經營美樂家 你要在 推薦的過程 讓他 了解產品 讓他更了解美樂家 一步一腳印去帶他 那當然有的人是速度比較快的 有這樣的人 那我們 我們的 制度不超越不脫離 在美樂家我都說 你最起碼最起碼 你給自己三年的時間 努力經驗三年必有所成 齁 不管你是 我不是說叫你們拿全職 就算你part time的 齁就算你堅著做 你要有那個態度嗎 齁要有那個態度 去年 我有一個 會員 之前他用了幾個 三年前他用的 大概一年他就去退掉了 一個小女生 我女兒的朋友的朋友 然後 他突然又回來 去年的企業又回來問我說 阿姨阿姨 你還有在做美樂家嗎 我說有啊怎麼 他說我告訴你喔 我發現到齁 很多台灣人在上海 甚至上海的當地的很多人 用美樂家的產品 因為他在那邊開服飾店 是我女兒同學的同學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齁 你知道我要名單 因為你看喔 我在銀行工作的25年 我只推薦到一個人 我的名單要從哪裡來 我想辦法嘛 對不對 想辦法增加新名單要認識人 就像我這種年齡 我的同學啦 我的 同事啊 就是我這種年齡的人 我跟他講美樂家齁 他們都說 我們都這種年紀 你幹嘛這麼拍面 還會做這個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絕對不要再推薦 像我這麼老的人 所以我就開始找年輕的 那年輕人我要去哪裡找 我就開始盧我女兒 那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你介紹你的朋友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要什麼樣的人 我就說只要做事認真 努力的人 想要找機會的人都可以這樣 那上面前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我想要去上海看一看 我就問我女兒說 你上海有沒有人 他就介紹 他就跟我講 他從他的 他的朋友的朋友 認識這個女生這樣 這個女生他是台大畢業的 那他 他 五年前他去上海 自己發展 在那邊開服飾店 台大畢業去那邊開服飾店 他說他為了要賺人民幣 他不想賺台幣 就這樣一個人拎著皮箱去那邊找房子住 找店 那他現在店開得很大 去年的企業他又找我 然後就問我說阿姨如果我想要 好好經營美樂家 你能不能來上海幫我 我說 你是講真的或假的 你不要像我以前去的 然後我幫你談一談人 你就放到一邊也不好好跟進他 然後到最後我們都白做了 他說阿姨沒有 我這次真的要好好做 因為周圍已經有很多人 在做美樂家的 然後他就找他的合作夥伴 就兩個人 就開始這樣 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經營美樂家你不要局限年齡 不要局限你周圍的人 真的 只要是人都有機會 不要設限阿不要自我設限 那這個女生 她從去年七夜這樣開店 他現在這個月應該會上腫瘤 他說他今年要上執行這樣 那他說找一些偽商進來 因為他自己看懂 就很拼這樣 這個齁 我就是去了上海 我就是要協助他嘛 我要協助他 那我想說我去上海 我不能只 只問了你一個人來嗎 我應該再拓展人脈嘛 所以我去參加一個台灣人的 土風舞社 那我超不會跳舞你懂嗎 我去參加這個舞蹈社 這個土風舞社裡面團長是台灣人 福大畢業的 我就跟他互動 然後我跟他見了第三面 第三次面我就推薦他 現在他他上個月上總三了 他裡面的舞蹈班的 幾乎一半都是他的會員的 因為我不是跟你們講我有多厲害 我是要告訴你們 金英美樂家 真的不要自我設限 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機會 只要你想要 哪裡都有 我女兒的兩個同學 我女兒介紹他們加入了以後 他們用產品有時候用到 然後是到很晚才訂貨 然後有時候就說 阿姨我不知道要買什麼 這個 剛好我們前幾個月那個金友出來以後 我就再去跟他們分享 然後再去引發他們 結果哇他們竟然要經營了耶 我現在齁 我都在找年輕的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太老了 但經營美樂家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我現在 很有成就感就是說 這些小孩都可以當我的小孩 那他們都很尊重我 現在年輕人很多人 他什麼想要找機會 你看喔 像研究所畢業一個月賺多少錢 三四萬塊耶 在台北一個月三四萬塊 其實沒有辦法存到錢 要買房子很難的 對不對 那他們也要多一份收入 我們周圍有多少這樣的人 只是你不敢開口 只是你沒有去開口 那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產品已經夠多了 35點絕對不是問題 只是你要不要去講 而且你有沒有用心 好 我女兒在美國的Tiffany上班 那她是當主管 業務經理 我上個禮拜我去了一趟香港 我女兒結婚啦 我女婿是醫生 那他們住在舊金山 那我女兒下面有很多Sales 她管很多Sales 那上個 上個禮拜我去香港跟她見面 因為有一個大陸土豪 跟她買一個 武克拉的鑽戒大概三千多萬 那我女兒把她叫我陪她去大連 她說媽媽妳陪我去大連 因為沒有辦法 一次錢轉到美國去 所以必須一半的錢去 去那邊把她刷卡或怎麼樣這樣 我就說不行 妳進去妳拿那個鑽戒 搞不好就被沒收 而且我很怕被綁架 所以不可以這樣 然後她就跟我講 妳想太多 我說我不要 我說妳叫那個要買的人 到香港人跟你見面 所以那個人就來香港跟她見面 妳知道我看到那個人 那兩夫妻喔 我看了我嚇了一跳 蛤妳這個樣子是土豪 妳可以買三千多萬的鑽戒 真的穿的都比在座各位差了很多 很多 妳一點都看不出來她是有錢 她買得起的 真的 然後妳知道嗎 我女兒跟我講說媽媽 這一個客人我跟進的她一年多 我說哇 比美娜姐還難啊 妳做妳賣這個鑽戒也要跟進啊 美娜姐怎麼不要跟進 每個月來買耶 這個是一輩子可能買只買一次耶 而且可能她很久才找到一個這種買主 對不對 然後我女兒就跟我講 媽我跟妳講我跟她跟進了一年多 妳看我跟她的微信妳就知道我多用心 我說天啊 我就跟你講要好好做美樂家 妳看妳跟進她一年多賣她這一個鑽石 然後最好笑的 那一天到他們那個香港的Tiffany收完卡以後 然後公司安排要請他們吃飯 然後跟我一起跟他們吃飯 那個土豪竟然不敢跟我一起吃飯 她很低調她怕 因為現在那邊不是在那個在打探 對在打探 所以她可能有什麼顧忌的我不知道 我要跟她照相她也說不方便耶 那個晚上她拿了鑽戒刷了卡了以後 晚上11點多 12點喔還打電話給我女兒 Christina我覺得這個鑽戒太小了 我戴上去我覺得這個鑽戒太小了 所以我有點厚耶我想要買大一點的 我聽我女兒在那邊跟她安撫 在跟她做美 我就想哇賽 我就問我女兒說可以退嗎 她說當然不可以 因為她賣她是一個比較好的價錢 就是給她很大的優惠這樣 然後我聽我女兒在跟她講說沒關係 那妳明天喔再到店來我再好好跟你講 怎麼樣 然後已經12點多還在講 我就說好啦 妳就跟她講明天再講我媽在睡覺 這樣 然後隔天早上6點多又打電話來 徐小姐我今天一定要到店裡面去 我覺得戒尾她說太鬆了 我聽我女兒就跟她講說 因為現在是冬天啊 夏天妳的冷縮熱脹啊 所以妳的手可能會緊一點啊 所以這樣剛剛好 我就聽我女兒一直在跟她講 各位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講這個 我的女兒賣一顆鑽戒 對她可能賺100萬 但是她跟進了一年多 我看到那種辛苦的歷程 我就跟她講 那個客人到最後她當然把她打發掉 就回她那個人就回大陸了 那她那個人也很高興 就說我下次我女兒就最後就這樣跟她講說 沒關係 妳就先回去帶這個五克拉 等妳要十克拉的時候 那我要回去好好跟你找 那我再幫妳找十克拉的 她就很爽了 她就說喔好這樣 那她回去以後我就跟我女兒 我就跟我女兒講 妳看看美樂家多好 媽媽這幾年的努力 在美樂家 我上個執行總監 我一個月有這麼好的收入 有這麼好的持續收入 妳呢 這個賣完沒有了 還要等下一個客人 還要等一年嗎 對不對 齁 那我就 因為我女兒 她懂美樂家 我們家用了很久 那我一直 因為年輕人嘛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她 來做美樂家 我的朋友都這樣告訴我說 Picky妳把一個女兒 送到國外念書 花了這麼多錢 也栽培到這樣子 妳什麼嘛 妳還叫她做美樂家 妳都自己做就好了 妳們兩夫妻喜歡做 都自己去做 幹嘛還要叫妳女兒做這樣 我說因為妳不懂美樂家 今天美樂家如果不夠好 我不會叫我的孩子來做美樂家 我就 所以我這次跟我女兒溝通 我就說妳看看 我讓妳念這麼多書 齁 那妳 妳在這麼大的公司 是Tiffany已經將近200年的公司 但是 妳做到這麼高階 但是 妳 妳每個月都要業績 她們每個月壓力很大耶 她都要業績耶 齁 那我就跟她講 美樂家 我不用業績 她說媽媽妳又來了 我說我只要55點 我們家自己用都不夠用 我每個月都有持續收入 而且 妳好好做以後 這個都是妳的 她說我知道 我以後一定會做美樂家 但是妳現在不要一直逼我 但是以前她都這樣跟我講齁 這次齁 我看到那個客人這樣跟她盧 我就分析給她聽了以後 我覺得我女兒有 有收到了 有收到了 我覺得很高興齁 怎麼樣確定美樂家成功 第一個 要明確的目標 各位 妳經營美樂家 妳有目標嗎 有齁 好 妳一定要有目標 不管妳的速度要快要慢 但是妳的目標 齁 第一個要有目標 再來 正確的態度跟不斷的行動 每個月 一定要有推薦 不管兩個 四個八個 不能掛零 妳開店 那個月 只是進來四個客人 妳要不要關門 要吧 美樂家叫妳一個月 推薦一個兩個 四個 妳都做不到 要不斷的行動齁 好 美樂家 我們不用去跟人家比 因為我們 美樂家是達成準 倒數工程 妳現在是總監四總監五 妳要上資深總監 妳還要幾個總監 齁 妳的點數要多少 齁 這倒數工程 所以各位 好好的在美樂家用心 不管妳是兼著做或全職做 我覺得美樂家 絕對不會虧待我們齁 我以前很喜歡打高爾夫球 所以 我們都說我們 現在有三高的人生 不是高血脂高血壓齁 高血糖是高齡高收入高生活品質 以前許大哥在大陸開工廠 那 也投資了 很多錢 那 以前他 因為之前我沒有去 廈門 因為他以前在廈門開工廠 那 後來美樂家為了美樂家 我們就去 去廈門 他就跟我講說 哇 這個 自己當老闆跟經營美樂家 自己開工廠跟經營美樂家 來美 廈門的心境是完全兩樣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以前自己的開工廠 每次來到這裡心情很沈重 資金的問題 人事的問題 產品的問題 形象的問題 很煩 他說 來美樂 跟你這 跟你來到廈門 我們來 我們就訂好五星級飯店 然後 夥伴我們就約來到飯店 在那邊談 他說 多輕鬆多愉快 然後 夥伴還會帶我們去鼓浪魚丸 他說 做美樂家真好 那 這個是 我每次都說 我朋友都這樣問我說 你怎麼樣讓一個大老闆 會要跟你一起做美樂家 而且我老公很棒 他會幫我開車 因為我不會開車 然後 更好笑的是 我不會電腦 然後 有人問我說 你不會電腦 那你怎麼可以做到這樣子 我說 我在學 我在學 我覺得美樂家真的很棒 雖然我們不是缺錢來做美樂家 但是 但是 我覺得在美樂家 讓我得到很多 第一個 我的個性的改變 我覺得 我 我周圍的認識我的人 都覺得 我變成一個人 然後他們都覺得說 以前跟我在一起 那個 氣壓很低 就覺得 那個空氣快靈結 因為我都不講話 也不會笑 那我現在看到人 因為一定要笑 因為我要 多認識人 要 拿名單 所以到處都是 我的名單 所以當然要笑 所以我覺得 在美樂家 各位 你只要努力 你就會達成 完成你的目標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